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刷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读的是 《猎王机上》第十四章 那时 耶罗伯安的儿子 亚比亚病了 耶罗伯安对他的气说 你可以起来改装 使人不知道你是耶罗伯安的妻 王是罗去 在那里有先知亚西亚 他曾告诉我说 你必做证明的王 现在你要带十个饼 与几个薄饼 和一瓶蜜去见他 他必告诉你儿子将要怎样 耶罗伯安的妻 就这样行 起身王是罗去 到了亚西亚的家 亚西亚因年纪老慢 眼目发直不能看见 耶和花先小遇亚西亚说 耶罗伯安的妻要来问你 因他儿子病了 你当如此如此告诉他 他进来的时候 必装作别的妇人 他刚进门 亚西亚听见他脚步的响声 就说 耶罗伯安的妻进来吧 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 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 你回去告诉耶罗伯安说 耶罗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从民中将你高举 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将国从大魏家夺回赐给你 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魏 遵守我的诫命 以行顺从我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你尽行恶 必要在你以前的更事 为自己立了别神 祝了偶像 惹我发怒 将我丢在背后 因此 我必使灾祸 领到耶罗伯安的家 将属耶罯伯安的男丁 无论困住的 自由的 都从以色列中检除 必除尽耶罯伯安的家 如人除尽粪土一般 凡属耶罯伯安的人 死在城中的 必被狗吃 死在田野的 必被空中的鸟吃 这是耶和华说的 所以 你起身回家去吧 你的脚一进城 你儿子就必死了 以色列众人 必为他哀哭 将他葬埋 凡属耶罗伯安的人 唯有他得入坟墓 因为在耶罗伯安的家中 只有他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显出善行 耶和华必另立一王 治理以色列 到了日期 他必检除耶罗伯安的家 那日期已经到了 耶和华必击打以色列人 使他们摇动 像水中的芦苇一般 又将他们从耶和华赐给他们列祖的美地上拔出来 分散在大河那边 因为他们作木偶惹耶和华发怒 因耶罗伯安所犯的罪 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 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给仇敌 耶罗伯安的妻起身回去 到了德撒 刚到门槛 儿子就死了 以色列众人将他葬埋 为他哀哭 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 耶罗伯安其余的是 他怎样征战 怎样作王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罗伯安作王22年 就与他列祖同睡 他儿子拿大皆许他作王 所罗伯安的儿子罗伯安作犹大王 他登基的时候年41岁 在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之派中 所选择立他名的城 作王17年 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马 是亚门人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睁看为恶的事 犯罪触动他的愤恨 比他们列祖更胜 因为他们在各高纲上 各清脆树下竹坛 礼柱像和木偶 国中也有鸾铜 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 所赶出的外邦人 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士沙上来攻取耶路撒冷 夺了耶和华店和王宫里的宝物 竟都带走 又夺去索罗门制造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制造同盾牌 代替那金盾牌 交给守王宫们的护卫长看守 王每逢进耶和华的店 护卫兵就拿着盾牌 随后人将盾牌送回 放在护卫房 罗伯安起遇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有大猎王记上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 罗伯安与他列祖腾睡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母亲名叫拿马 是衙门人 他儿子雅比央 又名雅比亚 皆是他作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下次也要好 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